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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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人我跟你带来了 我的人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宋姑娘 我们用土肥原来交换你了 你马上就安全了 我们现在开始交换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放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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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姑娘 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 敌众我果要以大局为重 宋姑娘 你看着我 你这样做会有更多的同志为你牺牲 宋姑娘 我先走了 爹 爹 爹 那个外国人跟他们在一起 现在马上过去消灭他们 他们一定在暗处 用枪瞄证我们的 连队长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们难道没有派对我包围他们吗 我不能这么做 连队长 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请你相信我 他们绝对跑不掉 谢谢 你不要得意 我的剑就悬在你的头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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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你的帮助 老孙 这一路上得多加小心啊 王营长 要不然我们一起走吧 你们人数太少 到根据地 可还有两天的路呢 你就放心吧 人少有人少的好处 再说了 也许你们还能把鬼子引开 这对我们有利啊 好吧 那我们走了 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你们也一样 再见 再见 你不要 快 快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 等至少一个时辰以上的时间 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走我们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确认 在鬼子没有跟踪的情况下 才能从这儿离开 等会儿 孙政委带刘机队来的时候 我要当了土飞员的面 再把任务布置一次 但是这一次是给土飞员听的 搞日子能听懂中国话 我倒是希望他能够听懂几句 他要是真能听懂的话 那没准还能帮上我们的忙呢 前面有个村子 我们在那里等 为什么我现在就杀过去 我们的敌人 他们也一定盯着我们 这里留下几个人 其他人立刻回县城 一小时后再回来 他的人会越走越远 你们的人也会越走越远 怎么跟他们联系 他们会有办法的 连队长 你先回去休息 如果有什么情况 我会向你报告的 山牟少佐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绝不可以放过他们 连队长请放心 告到和渡边留下 其他人立刻回县城 一小时后在西娃村会合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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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セ 半小时之后 出发 是 你在担心那几只动物 你怎么会这么想 一只像猫 一只像猴子 还有一只像猫头鹰 不是动物是什么 你这么一说 还真挺像 很久没看到你笑了 是吗 怎么不是 你知道吗 山沐 我几乎都会忘了 你还会笑 你笑起来很美 真的 朕希望 天天能看见你笑 你喜欢 不要 你想想想想想想要 都看见你 你还会不会 艺术 你还会被他 你还会扩 你还会不找 chap 记得小时候 我是家里面最爱笑的人 跟父亲学剑术 受他批评我会笑 爱了骂我还笑 气得我父亲只拿木剑打我 长大了我还是爱笑 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觉得不可笑的事情 我却会笑个不停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是被你的笑容迷住了 是吗 那你以前怎么没告诉我 想告诉你的 可是一直没有机会 怎么会没有机会 记得那个时候 天天都能看到你笑 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笑 可能就没想起来要告诉你 现在看不到了 你某一笑 让我一下子想起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所以我这说出来了 那好像都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是啊 我想真的已经很遥远了 现在我真的很难笑出来 面对强敌 身心好像每一分钟都是紧绷的 我又怎么能笑得出来呢 这段时间 你确实太累了 好在现在连队长已经安全了 你可以稍微放松一些了 现在可不是放松的时候 没有抓到那个美国人 我就无法向神谷中将交代 以后我还怎么让他信任我 以你这次的计划 我们抓到他 是很有把握的 先不说 咱们那几只动物 能不能不被甩掉 或者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那几个中国高手 我们也不一定 能从他们手中 把那个美国人抢回来 特别是他们当中那个 太极高手 以他的智慧和狡猾 是不是 早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 还都是未知数 也不必让他人置气 念自己威风啊 我这么说他 并没有高估他 前几次的失败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他确实很狡猾 可我对咱们这次行动 还是充满信心的 那几只动物 跟得上他们的可能性很大 我也希望会是这样 要是能用重兵 把他们包围起来 我们的把握会更大 可是这一次 不能用重兵 神谷中教 不让那个美国人死 所以 我们只能出奇制胜 还真是很难 让人笑得出来 走吧 先去那座古寺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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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使者吗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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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还要等呢 要是有鬼子早该出来了 小通 你去把江泽交起来 咱们走 是 去哪儿 我们去村委和小王会合 走 来 杀 快 小王就在那边 快去 是 走 如果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被铁竹杀了的那个鬼子 这应该是他们唯一的跟随者了 走 小王 洪剑 洪剑 发现什么了没有 没有 连这耗子都没有 王营长 怎么样 报告营长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好 那我们就去会合地点等大鹏他们 是 是 走吧 走 记住 时间 记忆速度 是这次形容成败的关键 还是挺大哥的吧 他总是神奇妙算 就在等半个时辰 就在等半个时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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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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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鬼魂干的 看来 他们识破了我们的意图 不可能四个都被发现了吧 一会儿 我们就知道了 一会儿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杨茜 我这边没有情况 我这边没有 走 去找王大哥 走 走 杨茜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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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怎么样 一个人也都没有 看准了 看准了 小王走了以后 我们一动也没动 如果有人跟着我们的话 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好 那就好 辛苦了 大哥 不骄呢 宋姑娘已经同意 留下来帮助我们了 太好了 快去吧 大哥 五角 五角 你没事吧 没事 五角 汪大哥说你留下来了 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走了 只要你留下来 怎么样都行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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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稍走 月神他们了吗 是 他们正往西南走 几股在跟着他们 太好了 你们没有让我失望 他们有三个人一直在前逢 但我们比他们更有耐心 不愧是跟踪高手 他们一共有多少人 这个还不太清楚 不过 姬谷现在一定知道 华天没和你们在一起吧 没有 他应该跟着另外一帮人走 另外一帮人 也许他们想把我们引开 那怎么才可以确定 那个美国人 是和那些巴露在一起 从他们留下的潜伏者来看 怕被跟踪的 一定是现在我们盯的这些人 有道理 你看清楚 那三个潜伏者的身手 有两个肯定是武功高手 他们亲功极好 这就对了 那个美国人 一定会和这些高手在一起 他们会去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根据地 因为只有到了那里 他们才能将美国人的情报发出去 小泽 是 你马上去见姬谷 告诉他 盯紧他们 为了避开我们的部队 他们只有两条路 可以到达根据地 我会带人 在麻关一带等你们 是 记住 绝不能惊动他们 如果惊动了他们 我们将前功尽弃 小泽明白 走吧 是 走 去西法村 我们的人应该到了 快点 好 来 演那个美国人 一共十八个人 肯定是那个美国人吧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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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对 来 杨森 谢谢 太叔谢谢你 不客气 杨森 你还好吗 对 我还好 我还好 没事 杨森 让我们去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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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感到很痛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吗 让我看看 挺痛的 王院长 王院长 杨森说 他的伤口开始疼了 我们能不能休息一下 好吧 小玩 愿意休息 是 小桐 抓紧时间 是 小玩 页长 注意警戒 我去前面侦查一下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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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怎么了 这你还看不出来 人家不愿意搭理他们呀 我看得出来 宋姑娘不爱理廖大哥 可是他们不都定亲了吗 怎么还不理廖大哥呀 有些事你不知道吧 知道啥 你呀还是等大哥回来 让大哥告诉你吧 你看你 他心里的苦 你知道啊 我知道宋姑娘全家都被鬼子给杀了 可那也不该不理廖大哥呀 我问你呢 我看呀 廖大哥比宋姑娘还苦呢 你心里边的痛苦 我知道 咱们现在是大敌当前 如果你总犯伍下心里这个痛苦 那是要吃大亏的 一小时完成包围 等侍卫小队赶到之后 五点钟发动攻击 走 小头 你带江天走 是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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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